那我們現在先請 登記第一位的黃國昌委員發言 對不起喔 主席 在開始啊 詢答以前 作為司法法治委員會的議員啊 我想要程序上面啊 先跟主席確認一些事情 那請主席啊 多包涵 第一個 我尊重招委的職權 我尊重招委的職權 但我也希望招委 能夠尊重司法法治委員會的委員 司法法治委員會要怎麼運作 請了機關的代表來 機關的代表就他所執掌的事項 回答立法委員 針對人民所關心的事情加以質詢 這個是本院 這個是本院 各個委員會的常態 我相信不用我說啦 也不需要當立法委員 我們在場非常多的媒體的朋友 甚至在網路上面 關心立法院運作的公民 大概都可以印證 我剛剛所說的並沒有錯 但我現在要請教主席的事情啊 是說 在剛剛會議詢問的階段 在剛剛會議詢問的階段 我不希望有誤會啊 招委有要限制 今天個別的立委 尋答會議 尋答過程的主題嗎 招委有要干預 有要限制嗎 沒有我剛剛已經講很清楚 我說這個 長久以來沒有這種事情嘛 所以我剛剛不是講 中招委在這麼多年應該看得很清楚 那那個招委我相信你也不會 等一下會議尋答到一半了以後 你人跑掉 剝奪其他委員的質詢權吧 當然不會啊 當然不會嘛 好非常感謝啊招委 來有請法務部部長 委員長 欸部長找喔 我想針對啊 我們的前海信會董事長鄭文燦 貪污受惠的事情啊 全體國民啊都很關心 大家在質疑的是啊 現在 在照片上面啊 右手邊的這個廖俊聰 送錢的 被收押了 左手邊啊 第一個 給鄭文燦 當時啊 桃園市市長啊 跑去參加啊 我們華雅園區啊 地主的座談會啊 地主的座談會啊 選錢跑去參加啊 黃金周啊 遞給他一個好菜頭啊 還去跟地主拔甘情啊 好 昨天 我問了 我問了 我們的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我說喔 早就查到金流 也有監聽 逸文的貪污案 為什麼 過了七年 才開始爭辦 當初 參與處理的 一些檢調的人員 不是被調子 齁 就是 被施壓 沒有辦法辦這個案子 齁 昨天 卓榮泰院長 他的回覆是什麼 他 我覺得他的回覆還算中肯 社會上啊 大家難免啊 有相同啊 的想法 那我今天看早上的早報 卓榮泰院長也說啊 如果設有不法 要全面啊 爭辦 部長 贊不贊成院長 所表達的這個態度 我們尊重院長的一個 一個 一個意見 尊重院長的意見 所以對院長的意見 你只是尊重啊 這個是報宅的 有這樣的齁 因為 我想這個 我簡單這樣講啦 涉及到貪腐的弊案 我們總統賴清德不是說 樹灘 是目前政府重要的工作 部長你這樣贊成 還是你也尊重賴總統的講法 這個樹灘是我們全力要去 好很好 如果樹灘 是我們全力要偵辦的工作的話 現在社會大眾就有個問題嘛 這件事情 鄭文燦一個人幹得來嗎 要不要全面的徹查 全面的侵辦 請教部長 這個現在陶寧在偵辦中了齁 那我想如果所有社會有提供的任何的一些的 告發或新的一個 我想陶原地檢署會 一併來處理 來了解 部長我覺得你不要大小眼啊 台南那十一槍的事情 我看媒體 你震怒啊 下令啊 徹查研辦啊 奇怪了 怎麼遇到民進黨的大官貪污 講話就這麼保守 尊重桃園地檢署 從法務部的立場 要不要徹查研辦 往上偵辦 有沒有底線 這份證據到哪裡 我們就 跑 我請教部長齁 這是我 把整個時間軸全部整理出來 2017年9月的時候 收了錢 收了錢以後啊 鄭文燦很認真啦 收錢是有辦事的喔 馬上親自主持會議啊 親自主持會議做了什麼事啊 來我再跟部長講一下 提供貼心的服務啊 山坡地 解邊 我來處理 最大的地主 那個寺廟 我也來出面處理 第三個最重要的 我要跟行政院爭取 你們這邊的這個農地啊 我要爭取核定為國家重大建設 啊目的是什麼 鄭文燦還很貼心的交代 這裡面9.12公頃喔 記得要納入 記得要納入 這個會議資料 不是我偽造變造的 我等一下質詢完 我會提供給所有的媒體朋友 參考 收了錢以後 有沒有辦事 有辦事 很認真耶 但問題是什麼 這個事情鄭文燦一個人辦得出來嗎 要跟我們的國家爭取納入啊 這個很重要啊 要成為國家重大建設啊 以後要變更地幕的時候 才會好變更嘛 結果 我們這位送錢的人喔 處理完了鄭文燦以後處理誰啊 馬上跟總統府陳情啊 總統府陳情完了以後來請部長看清楚喔 這也不是偽造變造有蓋印章的啊 時任總統府的秘書長吳昭燮啊 馬上下調子 俊松理事長會見 俊松理事長是誰 就現在被收押的廖俊松啊 俊松理事長會見啊 你12月4號次總統府韓籍復健 我看完了以後 我已經交代什麼 我交代行政院去做了 這個是2027年12月12號 總統府秘書長 他的總統府用簽 總統府也沒有騙這位廖俊松啊 馬上交代下去啊 交代下去給誰 行政院秘書長啊 行政院秘書長 速度很快喔 12月14號的時候 馬上交代給行政院秘書長 秘書長卓榮泰的章啊 蓋在下面 拿到了卓榮泰的章了以後啊 這位廖俊松啊 馬上 遞廖俊松12月19號押的日期啊 遞給誰 遞給鄭市長 說市長 我們要爭取把它納入國家重大建設 我去找了總統府 總統府也交代了行政院 行政院秘書長卓榮泰也回韓了 我跟你回報 下面還要親自的簽名啊 鄭市長 這些事情我都做了 在台灣啊 為什麼很多年輕人痛恨權貴啊 有權有勢的人 有關係好辦事 什麼叫有關係好辦事 他們跟一般的公民不一樣啊 找完了總統 找完了行政院 行政院交代下去來看一下 經濟部 內政部 馬上就核准 火速核准啊 2017年年底 處理完了總統府跟行政院以後 經濟部 內政部 馬上核准 沒有問題 這個地方很重要 我們馬上依照都市計畫法27條第一項第三款的規定 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嘛 都市計畫法27條第一項第三款 這就是要件嘛 我想今天內政部的代表在這邊 應該也很清楚嘛 誰可以核 經濟部說這個好棒棒 內政部也說這個好棒棒 上面交代下來的嘛 核完了以後變怎麼樣 上面都已經交代下來了 還有什麼問題 來 馬上就核下去了嘛 2019年4月 我手上這一本 2019年4月 申請的機關是誰 桃園市政府 提給內政部的計畫 台灣市政府提給內政部什麼計畫 來請 部長仔細看 左手邊的圖啊 是搞了好久 2014年以前 搞了好久 搞不動的 他為什麼搞不動 你要把農業區 變成特定專用區 哇這個知識體大 還有寺廟 還要簽帳 知識體大 沒有關係啊 我們鄭文燦市長都出面 你處理好啊 處理好了 最大的地主他也來處理 中央他也來處理 非常的賣命啊 非常的賣命啊 台灣社會為什麼 跟人家詬病有關係 就沒關係啊 這個廖俊松關係很好啊 除了找鄭文燦 送他500萬 還找上我們中央政府 來 右手邊 來再請部長注意看 因為我們是法律人啊 講話要有憑有據啊 馬上右手邊 不僅是那個9.12公頃啊 9.12公頃 連旁邊更大的 全部都畫進來 一開始是9公頃 後來 胃口越來越大 9公頃不夠啦 我們要幾公頃 我們要50公頃 50公頃才夠看 9公頃算什麼啊 結果咧 來看一下 這個是桃園市政府 提出來的計畫 50公頃的農地變什麼 第二產業專用區啊 第五種住宅區啊 哇 點石成金啊 本來在那邊 沒有辦法開發 沒有辦法用的地 有權有勢的人 廖俊松 一出面 從地方到中央 一條龍服務啊 一條龍服務啊 變更成什麼 來看一下 農業區變更成 第二種產業用區 第五種住宅區啊 鄭文燦點石成金啊 非常的厲害啊 非常的厲害啊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些事情 這些東西 這些事情 這些東西 檢調不知道嗎 檢調不知道嗎 還是檢調知道了 沒有辦法辦 為什麼沒有辦法辦 兩個人就巴結啊 事情發生的時候 鄭文燦 邱台山出任法務部部長的時候 本來是鄭文燦的副市長啊 給他最大的祝福啊 結果呢 我們的邱台山跟那個時候 桃園地檢署的檢查長 這個是我2019年在立法院追的案子 我最痛恨司法官說啊 法務部部長 幹過法務部部長的人 敢去關說司法 結果那時候邱台山啊 雖然一下子下台 但是什麼 轉身一過 我們蔡政府又重用 出任陸委會的主委 另外一個叫彭坤也啊 兩個人在大車輪日本料理 吃日本料理啊 施壓幫富商逃漏稅啊 針對外界所質疑的 當初為什麼沒有辦法辦 約談也沒有辦法約談 有沒有人洩密 鄭文燦怎麼知道那些監聽議員 匆匆忙忙趕快把錢還回去 法務部這邊開始調查了沒有 我想這個是有關你安情的一個部分喔 桃園地檢署都會一併來了解處理 真的嗎 桃園地檢署都會一併了解處理 從2017年了解到2024年喔 2017年了解到2024年啊 作為我們法務部的大家長啊 對我們的檢調 辦案辦得這麼辛苦 面臨到這麼大的壓力 部長要不要給他們打打氣說 不要害怕任何權貴 部長當你的靠山 向上稱辦 不管牽涉到誰 辦到底 部長 有沒有這樣的氣魄 本來檢察官辦的就是 證據到哪裡 是嗎 好好好 因為我剛好我們四號法治委會有個受害人啊 叫吳宗憲召委 他當過檢察官啦 檢察官是不是辦案 想辦到哪裡就辦到哪裡還是辦一辦 辦不下去了 可能下一半 吳宗憲委員上來質詢的時候 你有更多啊 好的經驗 可以跟部長交流 因為剛部長告訴全體國人的是說 檢察官要辦沒有壓力啦 要辦哪裡都可以 但我對這件事情 部長 你說的理想 我很希望在台灣社會成真 您說的理想 我很希望在台灣社會成真 我很希望台灣社會有一天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法務部部長 夠親民夠擔當 跟我們全體的基層檢察官 跟全體的基層調查員講 掃除貪賭不法 部長給你最大的靠山 不管辦到誰 誰敢施壓 我部長第一個跳出來 我希望部長有這個肩膀 我想部長的意思是說 他以後絕對會挺啦 那以前的部長 挺不挺 我們心裡都很清楚啦 OK 好 但是部長剛剛跟我們講 他以後就會挺 基層檢察官辦案 然後不受政治干預嘛對不對 我們都是尊重檢察官的一個偵辦 因為我也沒辦法去承認 部長我相信 你一定會挺將來 所有的檢察官 調查官 廉政官 好好的辦這些政治人物的案子 我想你一定會挺下去 不會像我們當年那樣子嘛 辦案本就是不分黨派嘛 有政界就辦到 那你已經講 你剛剛不是跟黃國昌委員這樣說嗎 那我相信你絕對是這樣子的人啦 那我們也都非常的期待 部長 剛剛你講的如果是真的 那我就簡單問一個事嘛 你講的如果是真的 怎麼會出現休泰山跟彭坤葉 在大車輪日本料理密商完了 又回去施壓基層檢察官的事 這件事你不會沒聽說吧 社會鬧得這麼大 你不會沒聽說吧 基層檢察官受不了了 才在檢察官論壇爆發嘛 怎麼會沒有施壓 沒有施壓這個是什麼 是我們做夢夢到的嗎 千真萬確的事情啊 我希望這件事情喔 部長 不要只是消極的 說這個桃園地檢署桃園地檢署 檢察官獨立辦案我絕對尊重 但是當初誰在阻擾檢察官辦案 誰在阻擾檢察官辦案 為什麼那些要辦的調查員 不是自動請調還是被請調 要不然就是被清算 做為法務部的大家長 我給部長的建議是 要去了解 要不然你剛剛所想的那個夢想 不會實現 謝謝 謝謝 謝謝黃委員 欸 不動請回 好 那下一個我們請謝榮介委員發言 欸 主席我請定部長 好 麻煩部長 好 麻煩部長 部長 過早 辛苦 先給你按一個讚 好 不管是 既然先辦 或是西安外辦 好 最好不然沒有辦 這案件是怎麼很嚴重呢 因為這負責任總統有關係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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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yal 您